最近农业部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出台了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的名为2013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披露了一个令我们非常担忧的事实 那就是长江上游的渔业资源出现了严重的衰退 其中金沙江的渔业资源甚至面临着崩溃这样的局面 其中一些珍惜鱼类已经基本灭责了 更有一些专家和组织声称 不光是上游 长江的中游和下游 渔业资源也面临着崩溃 生态系统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巨大的危机 渔业资源严重衰退 它往往代表着生态危机 省个生态系统有可能由此面临着崩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在整个的河流系统的生态 其中鱼是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有其他好多生物是以鱼类为食物的 如果这鱼类要灭绝了 这些生物也活不了 还有说鱼在水里能吃掉大量的浮游生物 如果这个鱼类要灭绝了 长江水就失去了一种自净功能 所以鱼类这个环节出现问题 那就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都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份科考报告里头 披露了哪些鱼类资源衰退的一些迹象 它有这么几方面 首先是物种上 在对金沙江支流和干流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 鱼类的样本就是有多少种鱼 总共就17种 其中还有三种呢 是这些年引进的外来物种 也就是说原来的鱼的物种就剩下14种 那么50年代科考的时候呢 发现至少有143种 也就是说在这50多年间 长江上游的鱼的种类 有129种鱼没了 云南丽江石谷镇 万里长江在这里划出了第一道湾 渔民划着橡皮艇顺流而下 撒网捕鱼 但一上午下来 收获却寥寥无几 江里面还有没有鱼啊 鱼烧啊 鱼不 事实上 长江是我国淡水鱼主要产区 产量达到全国淡水鱼总量的56% 长江以植物种为1778种 其中鱼类有378种 长江特有鱼类为142种 此次科考对玉树 石谷和赤水三个样点的鱼类资源 进行了采样 结果却让人忧心忡忡 三个样点 今发现17种鱼类样本 而石谷将断 历史上是可以采集到金沙江大部分鱼类样本的 尽管部分水电站建立了珍稀鱼类增值分流站 可对长江物种保护究竟能起到怎样的效果 有专家表示并不乐观 如果是我们把长江不保护好 将来养殖是不可持续的 鱼类增值是不可持续的 鱼类增值不消失了 它不会再恢复了 所以这是从品种上 第二你从这个数量上看 在1954年的时候 一年这个捕鱼的量43万吨 1954年是 后来逐年减少 逐年减少 到2011年呢 年产量不足10万吨 也就是说50多年间 平均每年到现在为止得少了33万吨以上的鱼的产量 就这个数量下降是惊人的 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呢 一些这个珍惜的鱼类 看不见了 你像中华鱼白鱼 有的好多年都看不见了 还有的能够代表长江渔月资源的 你刚才我们说的鱼苗 主要是青草联庸四样鱼 青鱼草鱼联鱼雍鱼 过去呢 这一年当中呢 鱼苗大概是330亿尾 到现在剩下 年产量不足以一尾 就鱼苗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 还有一些被称为这个长江三鲜 你像那个刀鱼啊和石鱼 年产量是日趋下降 过去一年大概1000吨 几百吨有 现在基本年产量都不足50吨 你看咱们有的朋友到南京到武汉 发现有不少江仙馆 吃这个江里头的这鱼类 你像这石鱼 现在卖的很贵 最高的时候一斤石鱼 都卖得过将近上万 卖几千块钱都不成问题 这个价格这么高涨 说明什么 产量在租年下降 越来越少 所以我刚才说 整个这个渔月资源 衰退甚至崩溃 直接会带来对生态系统 巨大的这种危机 所以我会让你来说